第一场BP蓝色方SKD 红色方Africa 先手扳掉了蜘蛛 避免给你蜘蛛女皇无脑帮上 帮Marin建立优势 这蓝色方扳蜘蛛是非常少见的 对 在一个红色方的Africa的话 第一手还是扎克 扎克女警是不会变的 只不过这边 把Tusan这边比较擅长的这手 落给直接扳掉了 对 现在的话蜘蛛被扳掉了 那么第三手的话 看一下Africa要扳掉小炮或者牛头 而且这两个战队打的时候 蓝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因为Africa太擅长用蓝博了 他们的蓝博甚至成为了一个混拿位 就你打SKD打 这个Africa的时候到底办不办蓝博 你不搬就是我还可以变通 SPRIT也会拿他去打野 这就很尴尬 我觉得蓝博其实还是可以搬一搬的 除了蓝博之外 其实Marin的像节奏点 皇子这样的英雄也是本场比赛的一个 我觉得皇子也是变通位 太关键了 SPRIT也会去打野 复仇之矛 看来SKD准备去打你的蓝博了吧 他准备让马上去选个蓝博 然后Pina跟安塔尔想办法去 针对你的蓝博 这个英雄在前期还是比较好针对 直接搬了手卢西安 卢西安也是 FICA最近使用场次非常多的一个中路英雄 的确 哇那你把卢西安搬了 这是SKD直接一手抢了手加里奥 如果加里奥在中单的情况下 是非常畏惧卢西安的 嗯而且他直接就放弃了在线上去压制库尔啊 而且库尔在线上压制能力本来就不强了 你选到了加里奥之后基本上他 如果库尔选了手飞机的话其实也很好打加里奥的 哇这边要直接亮发条 那是保住一个中后期团战能力的一个中单了 这个发条这个英雄应该是比较 很稳的 适合契合现在这个版本节奏的最大后期英雄 那这两手阿菲卡在中野的位置的一个中后期团战的配合就很无解了 对的 黄子佳上发条 黄子佳发条太恐怖了 这个是阿菲卡最喜欢的一套英雄 SKD要拿出小炮了 就是他们最近练的比较多的一个后期 对 也是他们在比赛中使用的比较多的一个ADC 对 他们拿出小炮加加里奥再加一个九桶的开团 这地意味着他们想要在前中期更多的把这个推塔的节奏给打起来 所以他们需要这个加里奥前期的一个支援能力来帮小炮快速的来推塔 嗯 阿菲卡这边直接老鼠逃出来了 老鼠这个英雄 打小炮算不上康的 但是他开大招那段时间确实他的射程是比小炮要长的 直接锁了 然后看到对方在第三手拿出AD小炮之后在第二轮的一个搬人情况的话第一手直接把牛头给搬掉了 嗯的搬一手开团点现在你只有一个开团点那就是九桶 最好是把你的第二手开团点给封锁掉 首先辅助位上是不能让你有一个开团点 现在上单位的开团点我们都知道皇子已经被选掉了 那青钢瘾这个英雄节奏上又比较慢 他不可能选到青钢瘾跟这个小炮打出一个双后戒 那打双后戒的话那就证明你这个推塔节奏很难去打出来 就是SKD如果选青钢瘾的话在前期的节奏点上就没有了 很难打很难打 所以必须在上路的话在前期节奏点上有点能力 但是他这边的自己是搬掉了一手鳄鱼 这边搬了手哦 盐雀也是一个节奏点其实 是他搬圆雀是有考虑到 这手有可能用家里要去上路 也有可能去辅助 莫甘娜 现在右边就是要防你开团防你带节奏 反正这一把艾飞卡打的是比较被动的 他们自己有一手皇子够了 我觉得辅助点的话可以拿手布隆啊 不然其实布隆还是蛮counter九统的 而且老鼠也是怕 哇 直接要选风女吗 他们要把反开团进行到底了 就我办的都是你的开团英雄 我选的都是反开团的英雄 然后去打一个中后级的团战 发条梦里以及老鼠的这个射程都是很长的 这个BP哲学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的话艾飞卡这个阵容的话 他们这四个英雄选出来 不仅说反开团能力很强 而且他们也是拥有一定的开团能力的 嗯 拥有一定的开团能力 对 一套爆发打过去对方也是承受不住的 现在在艾飞卡这个阵容成型期是要比左边要快的 因为现在风女我们都知道香武这个装备太流行了 现在这个香武装备可以让 ADC的成型期变得快大概十分钟左右 就是基本上风女选出来就是第一件大剑就直接出香炉了 对 然后老鼠就相当于多了一个破百王的之刃 对 这就很恐怖 对手的话 SK这边选了一手露露 露露这个英雄的话在线上打风女是比较好打的 而且的话他选出这个英雄 第一个大剑应该也是和对方的风女一样选择一个香炉 嗯 增加小炮了一个成型期 双方各拿一个香炉装备 不可能你出香炉我不出香炉 那小炮跟老鼠就没得打了 嗯 香炉拿了一个纳尔 那比较万金油的一个英雄 那这个阵容的话 怎么说呢 纳尔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算不上一个开团点 他是一个单带点 他更多的是一个单带点 凯南选出来的话其实 哇 真的要选出来了 我直接确定了 他这时候凯南选出来的话 我觉得点在他选出来凯南以后 没有人可以去强行去抓他 除了九筒的一闪 其他的英雄好像都抓不了他 蓝色方如果纳尔被压制住了的话 其实蓝色方的阵容 SKD这个阵容很难开启团战来 这时候有一小风女嘛 不能大招可以完美地破解对方强行开团 而且现在的话 SKD他们这种强行开团能力也不强 就一个九筒的一闪 但一闪的话后续的人 其实技能的配合的衔接 也是比较困难的 对 所以这个任务最后 就是 BP到最后还是把这个重任 放到 Africa这个上单位 Marine身上 SKD 之前拿的英雄很像是要打团战 SKD这边最关键的就是 下路这个点能否打出优势 一定要让Ben的话 在前期中期的时候 找到自己的一个推塔的节奏 其实最后一手 康特别克给到Marine 选到凯南这个位置 也是让我们有点惊奇的 因为毕竟是前几手选出来的 我们甚至都以为 就是打中期中后期团战的一个阵容 最主要是凯南这个英雄 现在削的太厉害了 然后这个自己的基本属性也被削了 技能的基本属性被削了 装备加成也被削了 这也是最近为什么 凯南单代点的上单 已经基本上比赛里很少很少 基本上看不到了 但是Marine还是把他拿出来了 这个恐怕是大家都不一定想得到的 到底现在凯南重回到赛场上之后 效果如何 那马上进入到这一场的对决 让我们来看一下 两边到底怎么样 好的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 要领起LCK夏季赛的比赛 SKT和Africa的第一场对决 这边Marine的 这个凯南出门是14点法强 然后带着多兰顿 14点的法强的话 他应该是要出一个AP的 他带雷霆的 对 带了一个雷霆 应该会出一个AP开弹 他应该是 14点法强应该是 首先你的先天自制呢 你是点满了三点 然后再加上这个蓝色的 如果是全部都带满的话 是11点刚好14点 应该是这样带的 那如果是走AP流 会不会是中上野在 打团的时候的一个大招流的配合 但他如果出AP的话 他其实出AD 因为对方这个证文来说的话 在中期想要处理他这个点 是比较困难的 有可能是对线出AP属性的 这样的一个符文 然后在后面打AD还是打AP去看 就可以转变 对 他需要承担的任务 就是在线上能够压制住这个 压制住这个纳尔 他们有别的点想法 就是一定要把那个纳尔给压制住 这点Marine只要在前期 把纳尔给压制住 他这个英雄选出来就有价值了 如果没有压制住纳尔 甚至于这个凯南没有打过纳尔的话 那这个英雄选出来基本上是废的 平台主持选择一个F6开 这么恐怖的吗 吃一个小狼 这是什么新的套路 先到两级 对 下路的话是避免在线上有个劣势 SKD这边的话是看到对方 来到线上已经晚了 但是对方这个眼好像没有看到黄泽的一个开门情况 有可能是骗对方黄泽是一个蓝buff开 嗯 这队一波币应该不会漏 不会漏 这边近战兵一丝血 好 那这样的话其实还是能 往前压一点 抢来 前期还是要被压制一点啊 SKD这下路受伤度打得非常凶 对 就看他们能否预知到对方的一个打野的开局动向吧 因为有时候的话下路组合会 就是故意的去打一下那个蓝buff 就算自己打也不在 然后让自己掉点血来骗对方的下路组合 以为自己的打野是蓝buff开 但其实打野是一个 同buff开 然后再蓝 然后三级直接来下路 搞你的事情 这波忙容易 这边打野是不是已经是三级了 这边往下路走啊 先去晃一下河道歇的视野 这也刚刚消失了我下路的这个眼 对 路路过来补一手视野 这五秒钟左右的一个视野空缺并没有出视 假设刚才如果皇子直接去下的话 搞不好这一下已经要打出闪线来了 刚刚如果直接去的话 按对方没有虚弱的情况 是可以直接抓死的 真的是有很大的机会啊这边 这波风女留不了人 已经知道了 风女可以闪现虚弱 挂卧服 挂卧这边被虚弱到了 直接跟过去 W减速 平A就死了 挂卧这边 哦人头被发条打到了 医学 艾菲卡在前期打得非常的顺利 是而且刚刚 我觉得他们这波真的是骗到了对方下路组合 预知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而且刚刚的话是有看到骗到的是在上路蹲了一下 然后再把那个核道界清掉之后 再回到自己的三郎处 我刚才有点没处理看AD的装备 因为AD装备一般来说不会出什么问题 但是我现在突然一下看了一下AD的装备 这些装备给AD装备出其实还蛮合适的 就无脑给队有一点经济嘛 但可能他自己就前击稍微损失一点经济来补充一点血量 伤害没有那么高 这波的抓下的话虽然说没有打掉对方的一个装备技能 但是让自己的中路拿到一个衣血也还不错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基本上封你这个出香炉的速度是要比露露快一大截了 嗯 因为看到露露的话是回程补了一双鞋 嗯 而且他的这个装备也不是出的这个上古钱币 对 所以说他补经济点是比较弱的 露露一开始是有21点法强 可能他也没有带太多的这个 嗯 就是加钱符纹 如果你要快点出香炉的话 其实最好是快点把这个加钱符纹给补出来 大概在这个大符纹精华跟这个黄色符纹里面 就最多可以带一个每秒每五秒钟五点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加钱 但是那样带的话线上太弱了 对对对 风很多风女会这么带 就比如说我觉得Tutin这个风女可能就是这么带的 因为你带这个法强的话无非就是增加一点顿的厚度 所以意义不是很大 说白了就是这把Africa的下路沿用的是一个金融高手的打法 然后就疯狂涨钱 就只为了憋低一个小路 理财 理财 理财高手 理财高手 然后Krama这边也是直接蹦着飓风去的 哎 他怎么变绿了 皮肤效果吧 这边的话但是其实也是牺牲了他们对线的一个情况吧 就是其实可以看到除了这胜物之短 的确在对线的时候是有压力的 要不是中野的刚刚这一波包扎 其实也是非常难受的一个情况 是是是是是 这波效果真的打出来了呀 巴特摩尼拿了 拿了人头回去这个仪式篇章 对 中路刷钱又没有压力了 压力就转到了飞可的身上 而且飞可玩的还是像加里奥这样的英雄 其实在对线的时候是很难压 蜘蛛发条的一个发育的 往上动了这波披娜在往上走 这波披娜在往上走 安塔罗这边快要变小了 他这个血快冲完了 刚刚的话 这边的一个动向是被对方给察觉了 下路的保护视野做得非常的到位 嗯 现在 暂时来说 没有更多的节奏 就拼打发现自己在六级之前 好像也是没有办法强行去杀掉上路这个凯南 就继续刷六 呃为了这个等级并不比他弱啊 其实阿飞卡打的也是很聪明 他们把重心放在下半部分野区 上半部分也是知道凯南这边这个点很难去被抓 是的 然后 只不过下路的话 因为阿飞卡的一个突然依旧是被压制着的 哎 这边 安塔拉是回城了 然后踢了过来 嗯 他的tp是用掉 两个散弹等会都没有办法支援到下路这一波 有可能出现的医学 医学塔的一个团战 这个 这个防御塔的血量其实被耗的还挺快的 但是 你看现在的话 马瑞他是要直接走到线上 这波兵线他没有选择踢过去 哦还是要踢还是要踢 他其实不太想用的 但最后还是用了 还是出了一个ap装备 ap凯南 ap凯南打团战啊 这个 伤害爆发 对 是非常高的 但是他的一个带线能力就不能够提现了 嗯 他真的就是把反开团进行到底啊 ap凯南其实是一个 比较拼反开团的一个点 强开团反而没有他反开团那么强 或者是选择队友强开团 他去补一个后续的控制或伤害 效果也很好 打一个防抢链 哇这边的话拍了一下 应该是消耗一下马瑞的一个血线 这样打其实纳尔就 我觉得完全打这个马瑞是不虚的 嗯 他出的纯摸抗装备打你个ap凯南 是没有问题的 对然后的话 是不是呢是六级之后来到下路 直接到现场强行帮自己下路守一下塔 这如果再不守小炮的推进节奏会非常的快 也很舒服 对 已经磨到半血多了 SK这边的话下路前期 两个英雄和对方这两个英雄推进 现在还是没有任何的压力的 而且小炮本身就需要自己这样的一个推塔的节奏 小炮就这样无限的推进 其实Crama这边漏刀包括这个塔的血线 阿飞快如果再不做些针对的话 这个下塔就没有了 哇这波下路回去了 这上路打不过了 这马瑞这个ap出撞的话 确实会导致他的线上完全打不过那儿 而且这时候血量一半 拼拿来了 一闪要死 马上变大了 这个位置直接变大一闪 配合一套逼出马云的闪现 但是这个话还是差一点点 加里奥的大招下来给到 Tara的一个抗讯 对这边 这边也是选择帮助手下线 那你这样的话在上路路头之后的话 对方的下路组合又可以压自己的一个下路了 然后等会久总如果这一波回程之后 再去下路帮忙的话 那SKT下路的一个推塔节奏又是可以打起来 是 这一波的支援 这一波的支援让上路纳尔 单带的节奏可以打出来 安塔尔队盘可能会成为SKT 接下来一个节奏点 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看这个纳尔在拿到了这个助攻之后 接下来的这个表现了 他这个装备出的是相当上稳健 第二件装备直接补了一个子羽精之拳 补充血量保证你绝对不可能被秒 一个幽魂斗篷加上一个子羽精之拳 现在纳尔真是 现在这个 纳尔真的是Mari消耗不动的一个点 而且黄紫加纳尔 两个人的爆发都不一定打得死这个纳尔 是 而且Mari如果选择出AP装的话 那可能会面对的问题就是 纳尔到时候他的 纳尔的单带点 就是凯南打他没有办法了 对你只能靠 可能我想我能想到的 就只能靠这个成型的这个老鼠过来抓了 走AD去来抓边路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但是现在ADC这条路的话 面对对方的效率组合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 现在经济情况的话 看风女这边的经济 是要比对方的辅助 你现在一千块是比WARF这边 但是他是等于牺牲了Krama的一个经济了 是这样的话 感觉他在符文的选择上 应该是带了有加钱的符文 这个辅助钱多的有点多 但是AD路被压ADC被压了 这只能等到这个香炉出来了以后 才能发生逆转 对 但是你在你出香炉前面的这段时间 就看一下香炉这个塔能否守住了 又炸一下 画一个炸弹 风女的盾还是可以 现在可以稍微守一下的 把这个防御塔的血量稍微保一守 哎哭了哭了哭了很危险 平常没有 W闪了 没有用 这一波的话 飞克感觉他是想骗一下对方 逼对方的闪现 但是哭了的话也是捏得很稳 因为他有个进化 这位有进化在身上是有被无孔的 下路风女这边想办法保住下路这个防御塔 争取自己在这个 跟ADC的两件 陈装出来之前 是一定不要把这个下路卡给 平了无孔的丢掉 但现在已经比较难了 而且Pinat这边也是往对方的一个下路这边靠 Pinat现在闪现用在这上路啊 其实这个时候他如果想要强行帮一波下的话 直接去线上就可以了 对他直接去线上逼对方就OK了 把他们逼走 这个下路卡可以拿了 哇这个血线已经很低了 他招加上治疗术终于是救了上来 那这波下路的塔的话是稳定要被SKT拿掉 只剩下风女一个人是完全守不了的 这波Pinat也可以离开下路了 因为对方打野来也没有什么作用 平了再来一下 下路双组还不想放 但这波你已经没技能了 要处事 但是Marin这手TP弹我觉得不太好支援下路了 下路这个塔基本上再被小炮点两下 都不需要丢炸弹 就没了 还要吃这波兵 这个盾 他如果不放盾的话 自己的AD刚是有机会能够A到那个炮车的 这波兵至少能吃到吧 对就放了这个盾 反而是自己的这波兵 就不能进塔这个位置了 全被塔吃掉了 两个盾放了有问题还不如 就直接放弃掉 放弃掉 放弃掉的话自己的AD还能多收几个兵 依靠一个上路的优势来入侵一下对方的红buff 尝试掉 现在老鼠还是没有办法来参团 下路这波兵线要带一下 小炮 不已经开始 开始 等会去中路还是去下路吧 是 应该说是要把这个推塔节奏给带出来 这波好像是想要集体入侵对方的一个蓝buff 发他的蓝buff 我这个时间对他的这个装 战斗力的加成是挺大的 直接强调 你这边的自己的项路已经出出来了 老鼠的话 直接 没有拼赢 我把自己蓝buff给保了下来 那这个时候其实阿菲卡的战斗力 虽然说下路一塔丢了 但是他的战斗力是不弱的 因为现在经济差距并不大 这其实没有经济差距 其实比较想看到的是 就是阿菲卡的下路一塔掉关之后 他们选择给Krama放的一个发育点的位置在哪 因为如果把他放在下路的话 在下半部分野区的视野其实不是特别好的 现在阿菲卡其实算是 怎么说呢比较被动 但是 感觉SKT也不着急 这边就是想要上路 安塔莎继续去压制这边的一个阿玛瑞 他这个初冬 在拿到一个助攻的情况 就可以压制 但说实话 那补刀上的话 玛瑞没有遭到任何的一个压制 如果防御塔的血线也不是很 也还可以也蛮健康的 对 但是自己下路这边 ADC的补刀被对方压制了一个将近40刀 四五十刀 虽然说你下路的两个关键的装备 AD和辅助都出来了 但是现在你想跟对方打一个正面 交战是对方完全不会给你任何机会的 而且爆发其实那些是比不过对方的 那闲下时间的话 这边SKD把这个地图上的小龙资源风龙拿了 下一条刷的是火龙啊 这要风龙丢的对Africa来说并不伤 但下一条 伤是伤在刷完了看到下一条龙的属性是火龙啊 下一条的话其实也是个争夺点啊 下一条龙 团战接起来的话Africa这个时间点并不虚啊 他的香炉已经出来了 而且老鼠现在已经有飓风了 能接团的他们是能接团战的 他们团战有八条 有黄子有AP凯南 这样的话又上路再次把马云的选择压低 好像要顾激从事啊 但是马云是提前预知到了 但是上路这个塔是放掉了 下路的话两个人想推塔速度很慢 但是这个塔还是能拿掉 没有人去帮马云 这个点现在马云这一局 反而变成那个没有人帮的点了 反观的话 Race是配合Curo想推一下中塔 但是加里奥的话 站在那儿其实也没什么办法去强推 这剩有一个嘲讽 其实如果队友支援来的话 非常有可能被反打 直接一个大招把你推走吧 冰线清完我就直接回家了 没有冰线你也推不了我的防御场 关键是现在不是Curo的一个经济差距了 其实Ban他在等级上压制了好多啊 十级的一个小炮是什么概念啊 这 舞蹈压制很多 TP下来了 直接打不上去 针对对方的辅助风驴直接连到 然后被一个虚弱挂到脸上 但是二段跳 把你的后路给逼死 然后继续追对方的老鼠 老鼠这边的话有机会被逼出一个闪现 然后闪现交掉 闪现个大招炸回来 继续闹原地变大一 脚直接踹死 一个W拍死 这一波绕后抓下去完全让对方没有想到 反而是马瑞完全没有想到 她连TP都没有TP支援过来 她TP下去没用啊 她在上路被压制了 现在也不是很好TP过来 这前面就是说的嘛 在下一塔丢完了之后 双人路的一个动向 其实下半部分野区可以看到 阿菲卡其实视野布的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因为没有顾及到双人路的一个视野 反倒是让SKD抓住了一个绕后视野 所以这一连串的滚雪球的反应 原因点都在 她这个凯南选到一个Counterweight 但是凯南并没有打出效果来 而且自己下路烈尸太大了 对方是也可以做得很深 还是如比赛前所说的吧 马瑞这个点会遭到针对 所以遭到针对的情况下 她选择一个AP凯南 很难在对线的时候 发挥出她的优势点和效果了 对的 这把下路其实个人实力体现的蛮明显的 因为这个下路的双人组就是烈一点 但没有什么这么夸张 但我觉得吧 阿菲卡是知道自己双人路的一个烈士情况的 所以才会选择这样一个套路去打 只不过优势路点的发挥 所以我作用上可能说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 其实你下路烈士了 所以你上路一定要想办法拿个Counterweight 打出效果来 对 压制这个纳尔 但是现在这个凯南的压制纳尔的效果没有打出来 反正我看纳尔现在的一个装备 出了大冰拳 大冰锤 对 然后还有一个幽魂斗篷 这个装备在打这个装备的凯南的时候 应该是非常轻松的单挑 阿菲卡这个下路组合拿的有点太路人了 反正现在路人非常流行的一个组合 那用来打比赛的话 对线的对手选这样的一个组合 对线实力碾压你 然后你打也是在比赛的时候很难能够分出那么多的精力 去照顾自己的一个下路 对 全程看来就照顾了前期的第一波 但是其实后期你就包括对线的时候 你一个实际上的压制 导致自己的塔的血线一直保持着被磨的一个状态 这就没有办法了 是是是 那接下来的话就看阿菲卡怎么样利用自己这个东西 强大强大的一个团战能力去打了 SKD现在其实要做的是B战 利用这个安塔尔的一个单带继续做一些事情 嗯 对 阿菲卡要更多的是选择 毕竟马上到了20多分钟的时间点 他们是有一个开团能力的 对 在一个阿菲卡的上路和下路塔都被SKD拔掉之后 SKD就是选择把中路的飞可放到上路去 然后把上路安塔尔的纳尔去下路带线 把他们的双路组合来到中路基区去推进 那现在来看的话20分钟不到 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SKD的小炮的推塔的一个节奏 嗯 还好弗拉条这边有一个蓝buff 他的首塔能力还是不用担心的 哇 现在凯南已经被纳尔吊着打了 关键是凯南这边打不动纳尔 但是会被纳尔一直放风筝打死 三环打到身上是非常疼的 毕竟是没有太多的魔抗的 那可能阿菲卡能想到的下一条 下一个转折点的话就是火龙 这个火龙阿菲卡一定不能放了 这个火龙是他们必接的团阵 因为他们在这个时期间接团是强势的 如果说这一条是条火龙他们拿下来 下一条再刷一条火龙的话 能够都拿去 接下来这个输出就会比较高 就有恃无恐 只有一个发条魔灵在中路 尔吊还是不可能秒掉有露露保护的这个小炮 是 而且特意的话还有菲克加里奥的一个保护 其实 他们也是知道阿菲卡这时候不敢去 拿小炮做的很多事 打到现在一直没有打起团战来 这个疯女的香炉其实 出的这么早也没有打出应有效果来 对反而是因为没有视野被对方绕了一波后 嗯 这点看来是蛮亏的 因为你要出香炉的话 你就不可能出眼 呵呵 如果有军事的话 我觉得出香炉没问题 但是在前期对线已经有这么大劣势的话 再憋一个香炉 这个其实有点伤的 对这个自己的打野和上路来说的话 因为视野做的不全 通军师傅能丢塔 老鼠要偷人了 这个位置想碰他吧 他直接跳走 嗯 但大招并没有开出来 也没有办法追人 EQ 看到了一个九头 也不敢盖大招 这一波凯南回去又补了一个爆裂魔杖 他这个是要出女妖了 要出女妖面杀了 这波火龙团 阿菲卡应该是想接的 这个时候他们的打团能力是非常强的 先把上路的兵线处理一下 一面灯会 对方拖着 上路的兵线对自己不利 这波 这边的话SKD打野很聪明 直接拿这边霞虎先锋去给中塔的一个压力 那这样的话 霞虎先锋把中塔推掉 对于他们拿火龙的这个节奏会更加的稳定 霞虎先锋撞了一头 这个霞虎先锋肯定是卖了 就撞一下 那刚才如果SKD把这个霞虎先锋放在身上 然后其他人去打火龙 对我以为就是这样的一个 我以为是这样子的 因为霞虎先锋在之后 的确的确的确是 是这样的 直接打了 打的有点快 而且现在是没有一个TP的眼位 上面是有个TP的眼位 但是这个龙要丢了 这个龙已经丢了 把SKD拿掉了 这时候TP下来 这边马云的位置应该是想绕后的 对 帮一下 马云的左卫正面的话 Faker是逼出一个闪现啊 一个大招盖住 用利用大招 直接跳走 直接完全逃生 这边的话 他的怒气控制的也非常的好 马云还是不着急 这波没有留下人 SKD就不紧不慢撤退成功了 这一波团战SKD赚的非常多 拿到了这条火龙 然后把马云的TP给骗了 下一波 这一波的话 Africa能做的折损 就是把中一塔给推了 反推一波 这一波中一塔 就算能拿掉的话 也是血亏啊 非常想要不改 但是这个没办法保 血线太少了 这个塔 SKD是在对方的一个强势器里面 强行拿下了一个火龙啊 一个人都没有死 还骗掉一个TP 也是SKD的决策吗 中路放一个峡谷先锋 吸引Africa手塔的一个火力 然后立马转到小龙这个位置 就把这个凯南 这个AP凯南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发挥一个作用呢 单带上已经完全打不过那儿了 这不是这个康特会选出来 真的打到现在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知道 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也是最近比赛里 为什么凯南这个点已经不怎么上下 对 因为选出来 我以为是AD凯南 因为AD凯南他是可以去压着那儿的 可以起码单带减上 对 不会有任何的劣势吧 往上来SKD被疯狂的打了一套 关键路路这个羊 是真的让自己很难受啊 这一波抓到了一个大招 定住对方的效率刷完组 他伤害但是罗斯变得 他的一个EQ提前交了 不能够及时跟上技能 只有一个凯南的伤害啊 只有一个凯南伤害 没有后续的跟 跟上其他的伤害去把这个夏克松都给秒了 关键是 阿菲卡后续的队友 应该是被小炮给弹走了第一时间 然后而且SPRIT的EQ2连 其实在马瑞瑞入场之前已经用掉了 对这个很关键 他如果稍微等一下的话 他刚可以EQ挑起对方最少一个人 然后再一个大招盖组 直接接一下马瑞瑞大招的一个后手的话 是可以留到人的 现在这局面对阿菲卡来说并不是很乐观 那SKT现在只要做到 我的加里奥 还有我的这个那儿 两条路 上下路一直带线 中路给小炮一直倾线就可以了 他们需要做的就是一直避站 那如果能让他们强行去接站的点 只有刚才像火龙那样的东西 但是他们用自己强大的一个运营 包括这个峡谷前锋很精髓 就这个峡谷前锋 然后强行的在这个小龙的点 把这个峡谷前锋放了 再去转头去拿这条火龙 应该说这个峡谷前锋的应用是非常经典的 对 其实说白了 其实SKT现在他们的优势路的话 包括AD路 包括上路 都是可以打得过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他们要做的就是 对面要开团B站不去打 然后稳住自己的发育 这样滚雪球 会更加的十拿九稳的拿下比赛 对 那反观阿菲卡的话 因为比较着急 现在已经到了他们团战的一个发力点 只不过可以看到 包括火龙的那波团战 包括刚刚中路的一个衔接配合上 会有一些问题 是 我们在这个赛前看到双方的阵容 从阿菲卡这边的阵容来看的话 以为他们是要打一个后手 但他们其实在中期的时候 是迫切的希望 让自己的一个上单凯南 或者说打野皇子来打一个先手的 但连续的两波的先手的一个失误来看的话 现在他们如果这样的程序拖到后期的时候 对方的这个纳尔单态这个点是很难处理的 再加上自己的下路这个组合的话 你在中期的时候你可以对方对抗一下 但越到后期的时候 对方小炮的能力就要比老鼠要强一点了 是的 暂停的时候 感觉看在这个选手的面部表情 好像SKD这边还是稍微轻松一点 阿菲卡其实非常清楚 这一盘如果他们在接下来 10分钟之内做不到更多的事情的话 可能打到后期就很难再移一下这场比赛 是的 那我们继续恢复到比赛当中来看一下 小炮现在的话已经两件套在手了 对方老鼠的话现在 他现在回去无尽应该套不出来 装备并没有对方的小炮好 小炮现在已经两件套 而且在补第三件了 两个ADC之间的装备 经济差距是有点大的 然后那这个点现在又是没有办法被处理 其实在BP出来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 觉得阿菲卡是反开团的点 主要是觉得这个凯南应该是个AD凯南 他如果是个AP凯南的话 肯定就会相对来说变得更加着急一点 可能能起到奇效 但是他们的这个反开团的点 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 他们有这个 八条魔灵的反开团 风女的反开团 这两个点已经是非常多了 而且现在的话 纳尔出到了这个适应性头回的话 对于马瑞的这个伤害来说 其实打在安塔拉身上 前面戏已经看到打不太疼了 现在的话更加就不用说了 所以这一波上库龙抓一下 咱是不是视野看到了 这有点难啊 抓纳尔的话太难了 反而是你中路不在 立马中塔就直接丢了 现在SKT的确是B站的同时 一直在通过转线的一个魔塔消耗 去进行推线 保持现在SKT三线都是处于一个推线的优势 是的 直接W一套打一套 老鼠来了 老鼠来了 这套伤害打得大 真的不疼 老鼠的伤害将会成为关键 又晕到一下 晕到三下了 交闪现 拉开距离 但是老鼠跟闪现 有红bub在身上 直接打死了这个纳尔 这一波终于是找到机会 把这个编带点给处理了一下 对 因为现在的话 Antara这边只有老鼠过去抓他才有机会 而且伤害是够的 现在如果让黄泽和发条过去抓他的话 Antara都可以很轻松的逃生 也是前面老之换提到的嘛 就是Antara这个点 最好是用AD去抓 AD单点去抓 而且老鼠这个英雄也比较适合去抓人 这个时间点大龙已经刷了 除了ADC之外的其他人去抓的话 说不定就直接丢大龙 这一波直接小炮 装碰的AD想法都一模一样啊 这个伤害太可怕 直接W上来挂一个炸弹 点两下就没了 关键是 这一波马瑞带线带太深了 你杀我那尔太难杀了 杀你凯南的话随便AD跳上来 一个人过来跳上来 A两下就死了 而且看到凯南的第二个大剑 选择了一个法川棒 但我觉得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就这个法川杖出来他还是打不成那尔 那尔的这个 关键他那尔还是太肉了 他就算出了法川杖 的确对魔抗很高啊 但是还是会被反手 被Altara各种疯狂的黏着打 自身其实毛瑞是非常脆的 其实AP凯南的属性 就一直很像是一个中单的属性 不像是一个上单的属性 上单位要求的是有一个持续的伤害 那凯南AP的话就 怎么说持续伤害这一环战有点太弱了 对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黄子 是出了一个正义荣耀 他出正义荣耀干嘛 要开团 开团啊 黄子的开团能力有EQ有闪现有大招 还需要正义荣耀吗 帮助队友进场 那老鼠的话有一个 有可能就附带一个减速效果 我更感觉可能就附带一个减速效果 我觉得这个装备因为他改完之后最近 大家出的都很多 嗯但其实他现在的坦度已经完全不够了 而且上路是不够坦的 他现在他们 一个打野一个上路进去的话 因为现在凯南也没有中亚 他们两个人是完全扛不住对方的伤害的 是的说白了 其实Africa这边现在是没有什么前排可言 对没有任何的前排可言 还有15秒这个龙要刷了 这一条龙 Africa不能丢的 嗯 嗯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点的话 小炮已经三件套成型 而且视野方便的话 也是SKT这边有优势 边路的线的话 纳尔这个点还是没有办法处理 你现在老鼠没有红buff的话 是比较难打的 直接跳你脸上来打 一套把你打残 而且黄紫的血量也不是很多 九头大招没有打到 但是黄紫的闪戏被打得出来 朱姆的大招也是交了出来 保队友 后方的话被他入场了 没有一道但是不要紧 W闪上来直接留下老鼠 这一波马瑞都没有来 他没有想过队友在这一波防御台下 没有办法守住 他只是想处理一下上路的兵线 对 刚刚那波不知道你们看到 就是ban他W上去打一套 之后还是满血的 就整个三个人面前他还是满血的一个状态 这是一个箱子的作用 而且露露在旁边一直给盾和W的一个加速 那个时候他很清楚 如果对方敢反打 立马加里奥会有一个大招跳到我脸上 对 绝对不可能 啊这一波 阿菲卡又AD路阵亡丢了一个二塔 而且上路防御塔还带不掉 哦这边有人包了 马瑞这边直接发现了这样一个企图 直接TP到自己的二塔下很安全 哇那完了呀 那上路B先带一带这个土龙又没了 这个土龙现在是比较难以争夺的 像老鼠的一个闪现 CD时间还差一点点 这波动和小炮拿一个红BUFF 三件套的一个小炮 虽然说按照现在将近30分钟 经济没有拉开差距 但是从局面上来看的话 SKD打的相当的一个谨慎 每一波的一个推进 哎这个时间点 给纳尔纳尔上去带线去了 菲可还没到 打了一个时间差 偷了这条土龙 刚刚菲 刚刚菲可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这边PIN的信号 再往上半部分也去赶 还要继续抓马瑞吗 马瑞这个位置TP前面已经用掉了 这位置被看到了 哇出事 出事了 闪现往上跑 闪现 九筒E上来给一个减速 扎回来 扎回来 已经没了 还好 还好 风女这时候过来了 棒 这一把是非常稳 它其实直接闪现过去 它是能杀的 它就是不闪 半年半的三件套在手里了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局面上SKD的优势已经够大了 直接Rush这条大龙 它这个速度的话 其实是感察知道的 感觉到的 这边阿塞卡 安塔尔这个怒气刚刚好 马上就要出血了 这边黄子的话没有闪现 但是有EQ SKD在最后 2000的雪 停手了 EQ下去 先手陈剑 有点急 直接被反手跟变阳 然后直接被瞬间秒掉 而且正面的话 安塔尔是一个人 牵住住对方三个人 这波拼陈剑也没拼过 有点可惜了 它 可能是有一点机会能拼 它好着急啊 对 对方2000 点雪的时候已经停手 三到四秒了 然后他 在对方停手的时候 直接跳下去了 EQ跳下去这一波的话 大龙是很顺利的让SKD拿到 这波我觉得 就 为了可能觉得自己的ADC 已经没有办法 过来正面团阵了 但ADC已经是被牵挤在一个侧面 他没有办法越过 安塔尔的纳尔之刀卡 所以可能正面团阵也没有办法接 想要让这个大龙不丢 只有拼一手自己的存接了 没拼过 那这个局面上 Africa就更加难打了 他们没有办法 更加没有办法处理这个 纳尔跟加利奥的单带 何止是纳尔加利奥 小炮一个人围绕着三 两个队友都可以形成一个 疯狂无敌的推线 推塔的节奏点 一个四件套为一个小炮 小炮推塔有点快 而且是一个完整的四件套 随便点几下塔半血就没了 对 这个下路的优势有点巨大 转到中路自己推给上一个炸弹 这样的话没有办法去守了 转下 转下 这个有露露在转线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纳尔在上路凯南也是处理不了 打到这个局面 阿菲可几乎是找不到什么很好翻盘点 除非说凯南能够大武 那现在这波马瑞已经把大招交了出来 还想要杀人 安塔尔一子卷没有被防御他打死 所以支援了过来 风雨的大保了一手吧 不然的话其实马瑞这边非常的危险 那在中路的水劲已经是非常残了 这个位置还要踢不下来 先拔中路 马瑞又奔到上路去了 把上路防御他也拔了 应该是要破三路了 马瑞已经没有大招了 这一波阿菲可正面开起来伤害也会有点不够 现在SKT从前面的节奏点到现在 基本上正面不跟你去开团 通过转线和小炮的一个推进 包括没有办法处理的这个单带点 Ampara去 现在拿下三路的一个水晶 对现在的话 三路高地已经被SKT破掉 经济拉开到一个八千块 主要是双方的一个ADC的这个点的话 装备差距有点太大了 现在小炮回去已经六神装了 而对方这个点的话第三 才刚刚掏出第三个大剑 起码就是阿菲可所有想的点全部都被SKT好好的一个化解了 我想要打团战 但是我就不给你打团战 就没有打团战的机会 这把游戏就没有打过团战 而且他们第一波抓对方的一个 阿菲卡第一波抓对方的一个下路组合 没有说能够打出召唤师技能 然后他们知道对方没有交任何召唤师技能之后 他们也没有要进行一个后续的继续抓了 是的 纠句文的装备小炮小炮现在已经六神装了 最后再补了一个复活甲过来 要终结掉阿菲卡的第一局 这不大龙MAP还在 三路的超级兵 在旁边只要轻松的做一个小兵指挥官就可以了 把这边带着三路锤子兵进来 其实非常非常难求了 有事没事就把你这样上来摸一套 这门牙是很 基本上没有任何办法去手 除非现在再强开一波 看这个球的话可以拉到 但是也不能拉 拉到的时候这些伤害也不够 他们一定要把所有的AOE技能 全部都打到更多的人身上 AEQ在半周中被打起来 利用一个大招 但是后面的话是被整整一个大招 完美的化解 而且是追着对方的老鼠打 老鼠率先被秒了 八条尾被秒 这的话是完成了一波 A死 皇子一个人逃生 控制衔接的比较好 但是伤害还是差很多 装备差距比较大 那恭喜下APT 获得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不惨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